好的 那錄完之後啦 我是建議就是說你可以編輯 這邊有兩個嘛 你可以編輯一下 那當然他會跳到 這個開發環境 那這個開發環境就是將來我們寫VBA的地方 那裡面會多出哪些東西 一定會有一個模組 有沒有 你會可以看到 在你的那個 VBA的環境裡面這邊會多一個模組 那在模組裡面呢會增加一個叫SUB的東西 這個SUB其實就是副程式啦 也就是這個是一段 可以被執行的 這個這個 在模組裡面的一段副程式 然後呢 他基本上執行的動作就是第一個 比如說我們剛剛是 游標先放在那個14有沒有 有沒有他就會幫我們寫這一段程式 游標放在14有沒有 那在那個 VBA裡面 他的敘述就是Range Range指的就是 其實顧名是 範圍 或者是單一個儲存格 如果是單一個儲存格就是指 哪一個 像14 後面有一個點 slip 點的話 意思說他這個物件 裡面有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就是選取他的意思 然後再來 因為你選取他之後 他會有一個 產生一個儲存格 叫做Active Sale 指的就是目前 目前儲標放的這一個 裡面的話呢 丟給他什麼 丟給他公式 公式就在後面這些 所以你會發現貼上的公式在這裡 但是他有做了一些轉換 你會發現他裡面有多了一些東西 然後再來什麼 自動 把它填滿 填滿的範圍在哪裡 在這個範圍 等等 不過如果說 我是建議你如果你做完之後 加上註解 怎麼樣 什麼叫加註解 我把那個加完註解的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的話呢 你可以在這個 這個上面 比如說呢 上面加上一個E 那特別注意喔 什麼叫註解 前面會多一個所謂的單引號 在VBA裡面 這個單引號意思是不執行的意思 也就是說呢 這個後面是寫給你自己看的 為什麼要寫給自己看的 因為你將來 如果你錄製完之後啦 假如你沒有加個註解 你下一次一看 你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你錄了什麼東西 可是如果你加了註解 把步驟敘述一下的話 那未來回頭看 你會比較知道說 原來我將 我那時候其實做了三個動作而已 一做什麼 二做什麼 三做什麼 那將來如果說 有些地方 如果 其實不用重新錄製啦 比如說你錄過之後嘛 以後可以拿來改不就好了 那這其實也是一種學習 VBA的方法之一 為什麼 你比如說要選取某一個儲存歌啦 這邊就有啦 以後你就拿來改 以後甚至以後自己打就好了 像 錄製劇集 可能 大概用到最後 你會寫VBA之後 你大概就不用錄製了 自己寫就好了 因為為什麼要他寫出 錄完之後的東西 其實太 琐碎了 所以類似像這樣 我可以 加上 在這個程式裡面 我可以怎麼樣 再加上 註解 加一註解 這個是 把它蓋過去 多一個 那有加 註解 跟沒加註解 其實 感覺其實就有差了 有沒有 至少你知道 這一段是做什麼 這一段做什麼 然後再清除也是一樣 清除 其實上面這個註解 我習慣把它delete掉 那他其實大概 你大概看一下 其實就是儲標放在這上面 然後把它做一個選取 選取的範圍 就是向下選取 有沒有 然後呢 再把它什麼 這邊有個關鍵的動作 就 clear clear contents 清除內容 OK 那 再來的話呢 我們知道說 裡面的程式 放在哪裡 其實你 除了點這邊 按編輯之外 另外你也可以點 Visual Basic 當然如果他沒有開啟 這個模組 你也可以 把這個模組點兩下 一樣可以打開 他是放在這裡的 大概知道一下這個環境 因為 將來 我們會用到這個 VBA的環境的機會 也還蠻高的 OK 那最後的話呢 如果說呢 我們這些都做 大概都了解了 那我希望呢 以後執行的時候 不要這麼麻煩 還要在這邊按執行 我希望呢 將來直接在這邊 就多兩個按鈕 一個就是什麼 手機的號碼轉換 一個就清除 那怎麼做 接下來 我們在旁邊這地方 那請你記得 插入 這邊有一個 表單控制項 有個按鈕 另外呢 底下這邊也有什麼 Active控制項 這邊有個按鈕 請記得 請你選上面這一個 不要選下面這一個 為什麼 因為上面這個比較簡單 他直接就可以連結 那個 副程式 但是呢 如果你用下面這個 很麻煩 他還要怎麼 再去寫一點程式 才能連結到 我們剛剛錄製的那個程式 所以基本上 兩個都可以啦 但是上面這個比較簡單 那怎麼做 1點選這個表單控制項按鈕 2的話呢 拖拉 特別說這十字 向右下拖拉 然後放開 這個地方會 問你說 我點他的時候 請問一下你要執行 聚集的哪一個 那你就告訴他說 我要執行這一個 不過 你選他之後 上面的名稱叫 按鈕1 那這個按鈕1 其實你要改 習慣上 我的習慣是會改成跟聚集一樣的名稱 所以等一下你需要這個名稱 那要重新打 有時候 很麻煩 還要再打6個字 像我的習慣 會先把它複製起來 那複製動作主要是為了什麼 把這個字 直接可以貼上 OK 所以複製貼上會比較快 那你可以自己打 那做完一個之後的話呢 再做下一個 一樣 選這個 不過你會發現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 就是 常常有同學說 老師這個兩個不一樣大 怎麼辦 沒關係按右鍵 這有空點 請你自己調一下 不過同學說 老師我調了半天 他還是沒有一樣大 所以像我的習慣 比如說我有好幾個按鈕 為什麼 只會做一個之後 拿這個複製 再來改就好 為什麼 因為 如果你在拉第2個第3個 他都會 你再怎麼做 還是會有一點點 不一樣大小 很麻煩 所以我的習慣不會這樣 我做我習慣的方法 複製他 這個是我的習慣 然後呢 游標點下面 貼上Ctrl V 那兩個一樣的 沒關係 你可以再按右鍵 直接這邊 重新指定聚集 把它改成 這個 其實做法是一樣 只是說 我是覺得 因為未來你按鈕會越做越多 那每一個如果都還要再這樣拉 浪費時間 倒不如你做一個 複製貼貼貼貼貼貼 看有幾個然後再 重新按右鍵 去 按右鍵 重新指定聚集 這樣的好處是 不用再重新管他多大多小 反正做一個底下都一樣大 做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來怎麼樣 執行他 那今天至少 感覺 至少我們有按鈕 至少也做出來 然後 回家 就是上班的時候啦 如果你工作裡面 有一些比較重複性質的工作 我是強烈建議你多多練習啦 反正你 將來如果會 錄製聚集的話 會是對於 將來你在 設計VBA是一個很 很好的一個 階段 因為你 反正有些東西不會寫沒關係啊 錄一下看看 然後以後再跟VBA做一個銜接 OK 那最後還要注意一件事情 因為呢 你在VBA 裡面有寫了一些東西 所以你將來特別注意喔 你在存檔的時候 請記得 一定要存成什麼呢 特別注意喔 預設是這一個 那請記得喔 如果你有寫東西的話 千萬記得一定要選下面這個 叫啟用 聚集的 活業部 那當然他有的時候會跳出警告 問你是 是或否 我記得好像 按示的話 他就會 存上面這一個 預設的 那如果你存上面這個會怎麼樣呢 裡面的程式就全部消失了 記得要選下面這個喔 因為之前有同學是 選錯檔了 然後選那個 這個這個啦 選了之後的話 一存 程式全部消失 那消失就消失 就再也回不來了 因為他不會幫你 所以記得請你選這一個 啟用聚集的 活業部 然後呢 再把它存在 也許預設的儲存格裡面 那他的副檔名一定是 X XLS M 那 這個跟原來那個差別 這個是 那預設是 XLS X X 兩者之間的差別 我想這個大概基本了解一下 因為 之前有同學遇到就是存錯檔 然後他寫了很辛苦的程式 全部都消失了 那有同學問說可不可以把他救回來 救不回來了 就 不見了 OK就大概知道一下 因為這個 存檔的部分 未來還是會遇到 所以把它儲存 那儲存之後呢 他的 最大的差異 就是他的 圖示上面會多一個驚嘆 大概就這樣子 我只把圖示放大 你如果把它儲存的話 你可以在你的那個 檔案 裡面 會看到會多 這個是原來的檔 因為我原來檔2003的 存了檔之後的話 他會變成像 這樣的圖示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就是把剛剛的 程式做一些註解 那註解的話 特別之外 未來 我們只要寫完 或錄製完那個程式之後 只要在程式的上面多一個單 就是前面 你只要加個單引號 就表示是註解 那註解就是 程式不會被執行 但是有助於你將來的了解 你 錄製 就是程式 的動作 一般習慣我會加一個123 然後裡面到底做什麼 那再來就是加個按鈕 那按鈕有兩個我習慣會 做一個之後 下一個用複製的 一直複製下來 把它執行看 最後記得存檔 把它用令存心檔好了 存成那個 啟用聚集的活躍部 大概是這樣 那今天 我想 大概 後面當然還有用 VBA我們要自行撰寫 不過 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 請各位先練習好了 先試試看 喔 好 看 喔 沒有